快到中秋節了 今天帶著Pady和Coffee 去旺角一間泰式餐廳吃飯 雖然狗仔要坐室外位 但室外位有很多很美的中秋節報紙 快點跟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這間餐廳位於旺角的佳樂坊 佳樂坊有自己的停車場 佳樂坊停車場要$38一小時 如果星期日消費滿$400也可以免費一小時 不過要$400了 現在還有個下午茶 中秋月餅下午茶 $268兩位 大約一台專屬的冷風機給我們 哇! 咖啡啊? 那是否好風呢? 還有剛才他說 如果在這裡吃東西的話 會給拍車票的,好棒啊! 只能說拍照、撿照實在太厲害了 現場大概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的佈置 哇 泰式披薩 這個和牛漢堡也不錯 但不知道跟泰式有什麼關係 很冷 泰式意粉 黃咖哩牛腩汁很稀 薄餅一開始放進去會不會太好呢 但黃咖哩吃下去的味道也不錯 味道有點像熱浪 熱浪薯片 不過牛腩很少 只有四塊仔 小小粒 好笑啊 Coffee 不停看著燈籠 滴不動 火不動 Coffee 大戰藍色紫燈籠 2,000年後 2,000年後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短片 看完也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片 了 拜拜 拜拜